第五千四百二十三集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如果那日在青睐狱之上 你不阻止 逐渊体内的力量便会暴动引发 我将会借助那力量真正重生 那小子本也是我的容器 你该死 怨念四起 在这不大的四方空间内聚集 太神挡在夜深深浅 紫色的光滑绽放 掌尖星河倒挂 内蕴乾坤 你早已经迷失了本性 执迷不悟 太神一声怒斥 一掌拍出像是手中 托起了另一片大势般的药木 象征那神秘的祭台轰去 一声闷响传出 却像是石子砸落深海般 掀起半分涟漪 而后不见踪迹 这 连夜深也是不禁动容 怎么说 太神也是一方强者 在这几丈的空间内 竟是被压制了 那规则所化的力量 似乎沟通了天地 将大灵力量镇压 这祭台十分邪门 才能在此得以残存 地风华 你以为你在青睐欲 如若真的引动了 猪渊体内的力量 你便能借此重生 夜沉硬着头皮向前一步 与太神并肩 直视着眼前 这个已经算是怪物的男子 他给夜沉的感觉 就像是一头 活在现世世界的 不可名状的 无无怪兽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是听信了一些 存在于无无世界的 怪物的诱惑 那一尊 无无时空的存在 会将你彻底吞噬 如今 你连他一散出的 伴侣意志 都无法抵挡 你还妄独转生 字字诛心入耳 一旁的地风华 立鹤大吼 你胡说 我胡说 你别做梦了 当真以为 你引动的那股力量 能夺射诸渊 而后解开 那个地方的封印 夜沉冷笑一声 有些不屑 脸色苍白的他 嘴角扯过一抹弧度 接着道 什么青赖玉 你不就想打开 死忧遗忘地的封印 放出那东西吗 你 地风华瞪大了眼眸 你怎么会知道 死忧一地 如今这等绝世大秘 被一个年轻人 这般脱口而出 怎能令他不震惊 不过就是为了那力量罢了 你真的以为 凭你的布局 能打开封印 夜沉虽然胸中万钧之势 难以平复 嘴上依然是云淡风轻 不屑道 圣旗卷轴 你没有资格执掌 一声乍响 苍穹外的战斗愈发激烈 夜沉与太神对视一眼 向着地风华的本体杀去 小子 你找死 暴怒的地风华 想要调动此地的天地间的规则压制 却是发现毫无波动 怎么会 太神一个剑步上前 两指并剑 一道紫芒 瞬间斩去了地风华的头颅 我是不灭的 一声嘶吼响彻 凄厉无比 即便是斩去了头颅 神魂依旧不灭的地风华 不甘怒喝 眼前那崩碎的肉身 便是要重组 太神没心处 地印的气息扩散 地风华的身躯一顿 叶辰瞅准时机 大千重楼掌 破 叶辰右手一掌狂轰而出 大千重楼爆炸 声势猛烈 底印的气息 早已经降临的地落与地尘 一直在暗中窥探 感受到地印的波动 瞬间便是两道身影探出 向着叶辰等人的方向 袭杀而去 虚空之中 另一个地风华 袭杀而来 本要硬汉的江魅音见状 瞬间调转了身形 向着地落二人寻去 那自暴式的袭杀 气息太过于恐怖 令地尘这名无量净强者 都是神魂被撕裂般痛苦难忍 地落脸色一沉 找死 地落挥手间便是令得万道法则涌动 在祖殿得到原始真洁的他 举手投足间金芒打入虚空 将地风华的身形牢牢定在了虚空之中 谁知那地风华的分身 竟是瞬间自爆 漫天的血光激荡 这一遇要被打穿 恐怖的波动 瞬间席卷方圆万丈 文声处 一切湮灭 化作飞灰纷扬 这一遇近乎完全灭绝 货败之中万物归须 两道人影飘然于虚空之间 沈氏苍生般的眸光 划过脚下寸寸焦黑 化作结灰的大地寻找着什么 江魅音 出来吧 青山的地落覆手而立 脆色的衣襟甚至不染半分尘埃 如一世独立的折仙般 在他身边的黑衣地尘稍显狼狈 但在地落的护佑下 连一道伤口都是不曾增添 一声闷响 江魅音自废墟下冲起 一双冰冷的眸子 望着眼前这位地家家主 此刻的江魅音 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本就经历了与地风华大战的他 又是硬生生 扛下了那家伙的自暴 一袭白裙半边染血 脸色苍白 你做得很不错 地落微微寒手 继续道 丹妮不该擅自行事 还好没出什么差错 她的眼眸若有若无地 扫视着地面那无尽的废墟 地尘见状身形一闪 向着脚下叹去 那边围困寂灭殿众长老的 也是你的人 地落眉头一条 淡淡道 是 江魅音轻轻点头 不知地家主在找什么 地印 地落微微一笑 竟知道 难不成 你想阻止我 见到江魅音这副模样 一向精于算计的地落 又怎能不知 自他擅自出手 威攻寂灭殿开始 就已经不再是 地家准备 换养的家犬了 本不想与你 这般撕破脸 算了 地印在这里也跑不掉 先杀了受伤的你 再找吧 地落无所谓的 拍了拍手 从容的笑意挂在脸上 地落 当真以为你无敌了 江魅音身形冲起 手握残缺阻气而来 正是先前 地风华所持之气 所神父 我以我血 祭气 诸天残灵 谢 娇声怒吓 一滴滴精血灌入 便富苍穹的血色织网再现 恐怖的波动 穿刺空间 一片片崩碎声激荡 地落的实力 他心中明白 眼下他负伤 必然不敌 唯有 这残缺阻气 能拖延一时 诸天残灵 谢 一瞬间 风雷涌动 苍穹宛若一片 镜子般透亮 站出血光 隐隐倒旋 刺目的光芒 幻化出 昔日一角 遥远的天际 响彻古老的战歌 阴绿压塌苍穹 丝丝血雨坠下 无尽的废墟之下 堆砌的白骨 受其滋养 倒到战魂的身形拔地而起 十分害人 原来如此 诸天战场残像吗 蒂洛轻轻呢喃 这炼狱般的场景 他又怎能不知 索神父 有意思 江美音 你当我帝家 是那等异类吗 蒂洛脸上的笑容浮现 身后大道金光 扶摇直笔消汗 他沉声道 诸天残灵 又如何 蒂洛抬手间 神秘的古老符文 像是天外陨石一般呼啸 声杀挥舞出 万象皆是陨灭 看来 蒂家一直被低估了 江美音吞咽了一口唾沫 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地落施展的手段 如此强大 蒂家的源头 可以追溯到九神时代 索神父虽强 但以我的实力 远无法发挥他的力量 而且这件族器 本就是残器 无数涌动的金光符文 转刻写入虚空 连原本 汹涌浩瀚的杀伐风暴 都是瞬间被指割 我蒂家 乃是那对抗 吴吴战场上的 万代功勋 至今先祖 仍在征战 即便是英灵残魂 我帝氏可不静 蒂洛眼眸之中 闪烁精芒 因为我族 犹有血脉 可待斩诸天 祖殿之中 蒂洛与死去的蒂心 皆是得到了传承 蒂心身孕后 那原本被蒂氏先祖 一分为二的 原始真解 仅得蒂洛之手 虽未完全参悟炼化 但在这太上世界间 也算是逆天机缘 原神真解的金芒大战 蒂洛像是折仙般富丽 极致缭绕间 神秘的符文显现 吞噬着那无尽的血光 重现逐天战场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蒂洛道音回荡 金芒璀璨 那原先不断凝行的战魂 纷纷消融 什么 姜妹音执掌地兵 能够感受到她的情绪 这眼前的蒂洛 虽是敌人 但万古前的蒂家 和紫黄星宫 都是合作的存在 姜妹音 给你一个机会 沉浮于帝氏 我可保玄灭殿万代传承 你若有朝一日 想飞升吾吾 我也可携你同床 你应该清楚 羽黄谷帝不会送你 去吾吾时空 蒂洛声音再次传来 威压破人 不容拒绝 姜妹音断然拒绝 手中锁神腹握紧 便要再次挺身 蒂洛抬手射杀 一枚金色的大道印记 瞬间打入她的胸膛 飘然的白裙 炸开一团血雾 快到窒息 家人的身形 宛若断线风筝般杂落 胸膛处站开的血花 几乎将她绝美的容颜 都要一同回去 昨演出的梅花印 闪烁威忙 就要熄灭 无尽的尘埃下 焦黑如墨的废土掀起层层涟漪 黑浪欲与苍穹比肩浩瀚的波动中心 有一道身影出现 紫电神雷刀 人皇圣刀 正是夜晨 夜晨趁此机会 手中雷光汇聚 画出了几道紫色的闪电刀芒 狠狠像的地落杀剧 同时又拔出了一部分人皇圣刀 双刀合一 做完这一切 立即催动铁王座的力量 混合着鸿蒙大星空的神通 化作了一片浩瀚无敌的钢铁星穹 冷静的星光不断绽放 照耀整片世界 感谢观看